清明廉价后台股指数开红盘 台积电股价也上涨 横甩强振 变盘魔咒 开高走高的走势 甚至于家庭指数再创了历史的新高 因为今天雅虎平均表现还不错 所以台股今天应该有机会 持续望上空间 谈开过去15年纪录 清明廉价后5天台股上涨几率高达7成 加上本周开始 台积电等67家上市贵公司 将陆续发放现金股息 其中以台积电规模最大 907.6亿元居贯 光宝科 大力光等也都上榜 合计高达1380亿元 替台股注入充沛资金 不过强证也挣坏了台积电设备 投资人担心冲击4月18号 法术会表现 其实台积电在新竹科的部分的回复 没有那么快 但原则上对于就是说 终端产品的价格 也不至于会产生太大的 一个异动资本支出规划 应该不会这么快的有所跟动 要跟动的话 也可能是要等到 再下一季的法说会之后 法人还是看好 高速运算 AI应用两大动能点火 台积电本季美元营收 可望达184亿至192亿美元 换算台币突破6000亿元 挑战历年最旺第二季 比去年同期成长大约两成 盘点市场力多 预期台积电法车会释出佳音 美股台股超级财报州 还有10档台股ETF0056 00947等本月将出席 以及股东会行情加持 都帮助台股延续多头气势 有机会再度挑战新高 欢迎新闻 新闻会释出的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 YouTube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